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 近期日本出现了卫生纸抢购风潮 有分析称其原因是日本社交媒体流传 卫生纸与口罩使用同一生产原料 且日本在售卫生纸 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并将断货 建议提前购买 但日本家庭纸工业协会公开辟谣表示 卫生纸与口罩不是同一原料 也不依赖中国进口 日本卫生纸库存充足 民众不必囤积 针对该现象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平 向中兴社记者表示 日本卫生纸产业链比较完善 不存在短板 他分析 此次抢购也与日本民众的日常消费习惯有关 实际上日本本土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卫生纸本身的供应 都不存在任何问题 只是受到个别谣言的影响 而导致的一种恐慌性的抢购 卫生纸和纸巾的原材料 与口罩的原材料是完全不同的 口罩的原材料是无纺布 而纸巾和卫生纸 实际上是由纸浆生产出来的 在生产环节 通过加工变成卫生纸 大部分的加工的过程 都是在日本本土完成的 从消费习惯来说 日本人的纸张需求量 在全球位居首位 每年的消费量达到47亿吨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 那么日本人使用卫生纸和纸巾 一般都是在春天的时候用量比较大 因为日本人很多人都是花很过敏 过一个多月 硬花就要盛开 所以很多人对于纸巾 卫生纸的需求量就会大增 赵平认为 日本电商市场渗透率较低 商品配送链条不完善 也是导致民众抢囤卫生纸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电商的普及程度 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因为日本的移动支付 还有物流配送方面的发展 比较落后 这就导致了人们在线上公布的时候 支付非常的不便利 而且物流配送的时效也没有那么高 配送成本又非常高 特别是像卫生纸这样体积比较大的商品 在配送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这也使人们在疫情来临之后 更愿意通过商超这种实体店 囤积卫生纸的主要原因 赵平说 相较而言 电商在中国普及度较高 为民众购买生活物品提供许多便利 电商在疫情期间 市场的保供能力也非常强 很多电商创造了无接触配送 这样的新的物流配送方式 从而使人们更加放心地去购买生活物资 赵平表示 通过线上线下其发力 保供稳加双管旗下等措施 中国有效避免了此类囤积现象的发生 线上和线下多渠道保障 不仅鼓励实体店要正常营业 保障生活用品的正常供应 而且对于具有供应链整合能力比较强的电商 加强市场采购 保障商品的充足供应 在生活物资保障方面 保供和稳价双管旗下 不只是鼓励很多企业要大规模利用供应链的优势 对于那些空台物价的商家重拳出击 从而是市场上不仅仅物资供应比较充足 而且价格相对比较平稳 从而避免了恐慌性的囤积和购买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